现在整个以色列还有海外的犹太人 现在是一片悲愤 因为事实上的话 哈马斯的部队攻入以色列以后 目前大概造成以色列的平民 大概军人一共死亡大概死亡的1500人 现在他们正在清查 很多被屠村的 平民死亡非常的重 这个过程也蛮残忍的 所以以色列现在整个犹太人社区 基本上都是一个复仇的经理 所以内坦雅胡他已经讲 他说他要以色列国民做好心理准备 是一场长期的一场战争 这个不是短期会结束的 另外他说要改变整个中东的结构 还有就是说 基本上他要把哈马斯给他 整个就是加萨走廊 把他铲平 那全部把他 就是说整次 整个一次把他怎么样 彻底把他解决掉 那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 这个对加萨走廊这些轰炸 可能就是为了地面部队进去 做的准备性的一种工作 那今天上午看了这个一个就是 内坦雅胡政府的一个顾问 他接受英国的媒体访问 那英国记者就说 你们现在对加萨这个攻击 那基本上也造成了很多妇孺 尤其儿童的伤亡 这些你们什么看法 结果呢 这个这位顾问刚开始是不答 就说 因为他说 因为这个哈马斯用了很多 平民当作他们的人肉盾牌 所以呢 造成这些伤亡 那后来那个记者就说 那你们是不是也应该 要顾及一下 就要尽量不要造成这个平民 尤其现在有很多这些 妇女跟儿童都已经 在战场上牺牲了 那这位顾问就说 他就直接讲说 他说 你看过历史上哪一个战争 没有平民伤亡的 对 然后他再加一句就说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 凡攻击以色列的 基本上我们要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以内坦雅胡来讲的话 还有现在整个以色列的气氛来讲的话 我想这一次 可能目前的决心就是要彻底 把哈马斯这个组织 把它彻底毁灭掉 那么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 不会计代价了 不计代价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正在跟这个 美国也出面协商 叫埃及开放这个 所谓的人道走廊 让一些平民先离开 可是从埃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第一个 这个难民进入 他要负责难民 第二个的话 你把这些平民都送走以后 事实上以色列更好下手 到底多对这些平民还是有所顾忌 所以现在大战是一触即发 那什么时候 以军 飞军进入加萨走了 我觉得是随时都有可能 战争通常会有他自己的规律 最好不要启动战争 只要启动战争的话 战争只有输赢 生跟死 战争里面 你找不到同情 你也找不到 同情的眼泪 你只有自己的眼泪 所以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都要仔细的思考 而且更重要的 战争只有实力强于弱 战争没有什么其他道德的考虑 不要以为战争中会有道德 那是想太多了 那因为战争有这么一个很复杂的层面 而且在人类历史上 几万年来战争都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尤其是 弱者要挑战强者 要横挑强梁 自己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做好 要再三思考 以目前的况 巴勒斯坦的老百姓真的很令人同情 然后他们在一个很悲伤 很这个觉得屈辱的状况底下 把哈马斯选上台 哈马斯政府就是统治加萨走廊的一个政权机构 那他们也无力去反击哈马斯 那选上了哈马斯以后 哈马斯取得权力 就开始部署他们的革命圣战 那这革命圣战 他们本来以为可以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协助 跟同声来帮他们忙 来为跟以色列打一场大战 可是事与愿违 你看看 连加萨走廊的难民 埃及都不收 埃及都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 他当然不会收 那竟然埃及没有想要参加其他国家 还有个像样的人可以参加吗 还有 伊朗吗 就发表一个声明 连制裁以色列的动作都没有 你说他能干嘛 然后沙特阿联酋 所以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在这一场里面都纷纷的口头上声援 就表示这场战争的格局已定 那你说 珍珠党 别讲笑话了 尼巴仁珍珠党 总共人数多少 600人 加上后备部队3000人 或者说他的民兵1万人 这能干嘛 在以色列面前这简直是 落包子打狗嘛 那你说什么青年运动 夜门青年运动的 这些 这个所谓的胡萨组织 别搞笑了好不好 这些他自己打打内战可以 你应付那种正规军 你行吗 所以我是觉得 哈马斯的领导人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想复仇要挑时机好不好 要准备好实力 你发那5000颗 这个 这个飞弹导弹打一打 就没事了是不是 你简直就是让以色列 有剿昧你们的口实 所以我是觉得 战争竟然启动了以后 其他人 嘴巴谴责 同行以外 实际上什么事都做不了 因为他临近国家都做不了了 那何况是更远的国家 所以 我们只能期待 你们同样拜同一个上帝 可不可以早一点 显灵 让你们停战吧 现在基本上的话 这个世界上在对于这次以巴冲突 是相当的分裂的 那可是我最一定都在看欧洲的这些反应 实际上欧洲反应现在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说 巴勒斯坦就是说 扎萨走廊在以色列的空袭之下 那么这些人道的关怀的事情 有没有受到重视 而且就是说 以色列在进行报复性攻击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 那以色列的话 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对这些问题都拒不打负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好 凡攻击我者 必定让他知道付出严重的代价 意思就是说 你制止你下一次再采取同样行为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次让你痛到底 让你觉得 你只要来侵犯我的话 那就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 其实上 对立正在快速的升高 这个对立到最后会是怎么样 阿拉伯国家现在就是说 现在也是群情拘分 跟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 对他们的攻击群情激分 两边都群情激分 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如果说以色列挥军进入加萨的话 那一定更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因为这是一块非常拥挤的地方 有人说跟香港差不多 你在里面进行大量的这种 所谓的城镇战的话 那个是没有办法区别平民 跟这个战斗人员的 那势必造成平民大量的伤亡 那可是就是说这个如果发生的话 我觉得世界上目前会更分裂 而且美国会比较孤立一点 因为美国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全力支持以色列 那当然他现在派这两艘航母 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振折 这种尤其是像伊朗这样子的国家 直接插手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说 阿拉伯国家事实上在过去 在面临这种以阿战争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种不对称 间接的方式 表达他的支持 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支持 那现在就是说 最敏感的会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石油的价格 一个就是天然气的价格 如果它涨了两倍的话 石油价格会让美国受不了 天然气价格也会让欧洲受不了 所以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中东 可是它圈动全世界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四可二字 我的判断是这场战争 是一个小型的地震 最可怜是加煞走廊的老百姓 但是会不会影响全世界 我看不出来 就是以目前的石油价格 天然气价格 各方面价格相对稳定 理由是一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在国际经贸体系上并没有重要性 二这些只要沙烏地阿拉伯 没有要介入的话 那伊朗也没有要介入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扩大不出来 然后三再加上美国的强力压制 那其他的国家更没有力量来运作了 以前黎巴仁有珍珠党 那黎巴仁后面有叙利亚 一个黎巴仁是一个破碎的国家 叙利亚是一个内战分类的国家 现在阿拉伯世界是在空前未有的低迷的状态 所以要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要给巴勒斯坦帮忙 就是口会死不至 你只要从埃及就看得出来了 埃及想说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但是难民我不收 这什么话 这跟连波兰的那样子 帮忙乌克兰都比不上 这等于是让美国跟以色列在这方面 可以占一个局部的有利的地位 但是刚刚介绍讲的很对 欧洲并不以为难 因为欧洲很多伊斯兰教的居民 他们也不想让他们内部产生分类 所以他们一方面会谴责以色列 一方面也会讲办法人道资源加萨走狼 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敢制裁以色列 换句话说什么动作都不做 也是嘴巴讲讲而已 全世界大家都嘴巴讲讲 可是加萨老百姓还是继续的可怜下去 普丁拉你看他的讲法也是一样 说指责美国没有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是你说以俄罗斯跟以色列的关系 他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吗 他也不会 所以他也不会 那泽伦斯基实在是 我现在搞不清楚 他现在来蹭以色列干什么 这个会不会算盘打错了吧 这时候蹭以色列怎么说怎么怪 当然他本人是犹太人 那他在某种程度上 以犹太人的心情去体会以色列 可是你也不要忘记 你不得罪时候的阿拉伯人 还有很多非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徒 那对你乌克兰并没有一个国家利益可言 所以政治人物当忘了国家利益 只是在考虑个人的想法主张 就像哈马斯一样 结果就是让老百姓跟着受苦 这个纳坦雅胡现在是起虎南下 嘴巴讲得很大声 事实上根本就做不到 因为你要知道上次马利乌坡尔被围城 里面人口只有6万人 所以他不是配了一个安全通道 希望的一般老百姓走开 然后留在里面因为有地下6层 里面的一些乌克兰的赶死队 顽抗的人他们要进行轰炸 加萨的人口是237万 你怎么撤离 你美国成立安全通道也没用 237万人 你要叫他撤离去哪里 他出来就是以色列 因为埃及不让进去 埃及是让他下面 所以请问他要撤去哪里 你是叫他撤进以色列 那刚好哈马斯就躲在里面一起出去 因为哈马斯脱掉军装 就跟巴勒斯坦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你这个如何执行呢 因为哈马斯大概只有2万到3万人 那他现在看你以色列地面部队要攻进来 我一定渗透到老百姓里面 那我就在每一个民房里面 我随时就暗算你 所以你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讲 他的地面部队只要一进去 就是巷战 那那个巷战有人估计 说以色列在里面这样 一定会杀很多人 因为巴勒斯坦人本来就不喜欢以色列 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 所以一定会有人给你丢石头 那个人可能就不是哈马斯 因为他没有枪 他给你丢石头 可是丢石头 格杀令 以色列的部队可以开枪 当然就滥杀五个 因为纳坦雅胡已经宣布一个 叫做自由行动的令 就你不用上报 只要有人抗拒你就可以开枪 所以你可以想象会死多少人 那第二个就是 你设人道走廊根本不可能 人那么多怎么离开 而且一离开出来是以色列 你怎么弄 而且我跟你讲 以色列的国防部现在是下令断水断电断粮 这个是违反国际人道法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断水断电 可是你不能断粮 那你这个只要下去真的有人饿死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说他要介入调查 说要查会不会有人犯了战争罪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大嘴巴 一个极右派 我说那谈亚呼 他接下去他就知道 这个卡在里面 他只要把地面部队拍进去 他就卡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不知道 哪一个点叫结束 我跟你讲 作战启动是很容易 可是哪一点叫结束 这个很麻烦 因为哈马斯 你说他是一个政府 没有做他实际控制 可是他本质是一个激进团体 他到处都是 而且我跟你讲 以这个地方经济这么糟糕 他70%人住在烂米营 平均失业率40% 年轻人的失业率60% 你把他消灭了 那刚好让伊斯兰圣战士来替代他 这个就好像你把盖达消灭了 接下来就轮到伊斯兰国 没完没了 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春风吹又深 你如果没有办法 给他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 带来经济发展 他随时随地 就是激进运动 恐怖主义 滋长的土壤 就是这样嘛 所以以色列你不要在气头上 你就以为你可以干嘛 他用空袭 就是他历来的做法 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派地面部队进去 因为一进去你就陷进去 到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抽身 你要从哪边抽身 你就发现到处好像都有人在暗算你 到处都有黑枪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以色列跟美国自己要想清楚 他到底作战计划是什么 到底到哪里叫做结束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把哈马斯消灭 那对不起你就是没完没了 因为你做不到嘛 你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设定的目标是说 像上次黑色九月这样 我就列出他一些高层的名单 我一个一个要干掉 这个还比较具体 因为有一些人住在外国 住在卡达 有些人也许在加萨内部 你就一个一个歼灭 那这个还说得通 就是说我要把你们这次的 发动攻击以色列那些领导人 全部抓起来 不然就是格杀 这样子还比较有可行 什么消灭哈马斯 这根本做不到 这个是不能类比到前面 因为911是美国被攻击 所以当然大家就要团结对外 所以对美国去打阿富汗 全国是支持的 可是伊拉克那2003 那个连欧洲都反对 因为你并没有找到 大规模毁灭武器 号称有 结果你说有 结果你真的打进去也没找到 那结果就造成了十年的占领 这大家都知道 那再往前 比较像这一次 就是科威特被灭 那个波安战争 那可是那个时候老布希 他是打进去之后 迅速救了科威特 他就立刻撤出 所以他是一个有限度的目标 那这一次就很麻烦 请问加刹走行这个目标是什么 请问哈马斯忍在哪里 那又不是说有一个伊拉克部队 占领了科威特 你把他赶走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于 到底什么时候算结束了 真的 而且美国坦白讲也是很谨慎 因为最近华尔街日报连续登了两天 就直接指明说就是伊朗干的 说伊朗就是背后策划 还讲的指证利利 说上个礼拜一 伊朗的革命卫队飞到黎巴嫩的贝鲁特 跟这个哈马斯开会 讲到这里 结果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说他们没有任何事实可以查证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相信华尔街日报也不会乱写 而且是三个记者联名 就写了这个一个头满头的新闻 很长的一篇文章 不想面对 就是华尔街日报一定也是美国的行政单位告诉他的 可是美国政府认为 你不能这样讲 你这样讲 你岂不是叫我跟以色列一定要打伊朗吗 那这样还得了 伊朗我们真的开战 那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的所有的民兵组织都来了 什么圣城旅 一大堆黎巴嫩 真主党通通都来了 那还得了 要打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 然后伊朗 伊朗也很好玩 他就立刻否认 说华尔街日报乱写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华尔街日报写了两天 美国政府说查不到证据 然后伊朗政府也否认 然后这件事情就搁在那里 当做没事 对啊 所以表示美国是很紧张 不想扩大战事 美国事实上就是把航母开到这里 做警戒 说如果有外力介入 以色列你放心 那我再来跟以色列商量 怎么处理加杀走狼 坦白讲他介入 也是怕以色列 杀得红眼 万一失控怎么办 所以他等于是来了一方面 阻止外力进来 一方面也是跟以色列商量 这个局要怎么收拾啊 所以还是回到我刚刚的建议 是不是就把那个黑名单列出来 就是这几个家伙指使 那据像卡达施压 因为这些人都 很多人都坐在卡达 叫卡达把人交出来啊 不然以后卡达你金融 他就要做制裁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限度的目标 而且基本上 比较有可能执行啊 不然你现在这样 到底要死多少巴勒斯坦人啊 到时候搞不好 国际舆论会转向啊 因为到时候你可能会杀了 很多无辜的人啊 那到时候怎么收拾 一旦失控反而会影响拜登的旋径 所以我认为拜登 那个航母派来这里 就是要控场的啦 那他是 你看他对伊朗的态度 你就知道他是非常谨慎 在处理这个局面这样